龙浩尘光性秒变暗性 在最新神印王座动画中 龙浩尘力战骷髅王 以五阶十力战六阶的骷髅王 龙浩尘疯狂克养 虽然浩尘竭尽全力与骷髅王进行的战斗 战斗中就连圣女的奴都用上 最终还是没能耗过骷髅王 以至于灵力耗尽被骷髅王重伤绑地 就在浩尘躺平时 诗乌和骷髅王一起攻入了浩月进化的山洞 诗乌和骷髅王一起出手 想要再次斩灭浩月 就在骷髅王的刀即将砍中浩月时 浩尘与浩月之间的灵魂印记发生了波动 此时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汇聚于浩尘全身 只见此时紫气冲天 强大的气流把骷髅王和诗乌弹飞了出去 诗乌感受到了浩尘身上强烈的天谴气息 龙浩尘开启了暗性模式 没想到身为光明之子的龙浩尘 体内也有天谴之力 只见身负天谴气息的暗黑系浩尘缓缓向诗乌走来 伴随着紧张刺激的BGM 这一刻的龙浩尘帅单 这是属于龙浩尘的专属BGM 在他的BGM想起时他是无敌的 只见暗性状态下的浩尘邪魅一笑 直接把骷髅王给顺鸟了 在一旁的诗乌 本来还想再反抗一下下 只见暗黑浩尘缓缓起手中的剑 给了诗乌致命一击 黑系的浩尘是真的帅气 一身黑色铠甲 黑色单手剑 周围有仔细环绕 这与彩儿的装扮刚好是同一颜色 可以说是情侣装吗